记录裁判员 刘晓朵 李宇红 运动员 毛可欣 同路 现在比赛开始 没有当场的运动员按期权处理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机权的权 预备 3 2 1 开始 同路获得开球选择权 我们广州站的比赛继续 现在镜头给到特解是毛可欣 对阵屏幕右侧 相信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的 谁 同路 同路是谁 同路是现在在短视宾平台 咱们中视台球里面的一个 非常知名的 选手 大家人颂绰号叫花枪将 有点咕噜好了 原谅我没有说怎么 注意和听过这个 您是谦虚啊 没有 您是谦虚 我确实是没有听过 比赛还是十三局七胜至 八十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而且本讲比赛 我们也看到 九位露面的裁判员徐锦炎 也是在踢备台直赛 像你说这个同路可能 在我印象里好像打大师赛是首次吗 以前可能没怎么见过啊 以前参加一些其他级别的赛事 对所以说 像你前面也是这个说了很多 确实是不太 没有太注意过这位球员 确实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五年前 还没有就现在这么知名 五年前是什么枪王 五年 球杆王 太阳也是咱们 在东三省的选手 后来在小时候 考到这个 因为身材高大 考到这个 体育学院 对 篮球 后来又打台球 你还别说 这个其他项目 转过打台球的人 还算不少 像这个威雷姆斯 以前不是打拳击 拳击对 对吧 像以前这个 西照辉以前练过三打 嗯 好多跟这个体育行业啊 从事其他一些专业的 这种运动员啊 都是由最后跨界过来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盘球啊 好多比较大啊 脚下 准一个二 打进自然停球就是 可以打进 对 看一下同路啊 先来一个二号中带啊 要不要去接个例子 接近过来 红三刚好叫到 六号继续看中带有还是没有 没问题啊 走一个这个巴斯中间啊 对 红三解决 来看一下上方再往下过渡 这个时候其实四号球 如果能先叫是最好的 因为摊切那么前 待会儿也是比较局限 右下角这个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 那叫做这个位置啊 7号 然后上方两个中带 然后再往下来是 可以用这个四号球 右边底带来过渡 对 中带 然后左边继续5号中带 再往右边下方 1548 嗯 他的这个打法就是 就是比赛场上敢做动作 球风也比较快 所以说特别的吸引 观众朋友们的眼球 不错啊 很喜欢响戴 比分1比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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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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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右下 这个球如果强行打右上角也不是不行 但是一定要够准度才可以 因为它是个薄球 还要带一点中低杆 稍稍的把白球的速度呢减缓下来 让持右边边够慢慢弹起 意思到了 看看 嗯 进了 打稍微还有点厚 这球其实打包点也没关系 打包点是刚好进球点 白球位置再往上一边 那到这儿来看的话 上方这个10号球 有个中带 左边下方呢 先把11 21还是两颗 打9下提杆肯定上去继续叫10了啊 等于就是再绕一圈 还是有点压力感觉有点大啊 一上来不太摄影啊 这TV台确实啊 没打过TV台的人都觉得TV台还是好打 其实上去很难打啊 不是台子有多难打 是这个压力导致的 尤其当摄像机踢在你脸前的时候啊 你感觉压力特别大 三颗球 力道 哎呦 这个球难受啊 你这个球叫的太少了 而且你打14往上走 上方这个6号球 多少影响一点白球出去的位置啊 要尽量的干法不要太低 你看你从刚才白球的这个分离线路 这正好你从这个4-6中间上去做11号球桶 对 反向打不是更 是这个意思 这球员可能在选择他还有一些问题 嗯 大利姐 犯规了 犯规了 其实我觉得他如果这样打 今天我们来先看前面这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先假设一下 如果猫口琴是这种方式去跟同路打 我觉得 或许在这个进攻火力上 不一定能有对方那么强 因为他的对手对 你看同路啊 同路的对 同路的个性跟打法应该还是偏于 就是我给你拉开阵势 对 对 刺刀剑红 对吧 炮火的 白刃战这种 有强大的火力 强大的火力的输出去赢 他不怕你拉开阵势跟我玩对攻 好了 这个球我觉得打7更稳妥一点 中弹还是稍稍有点难度 对吧 高翻 灯两颗过来 也没事 准备干 上方红三打掉 6号继续可以叫 低干再带一下 准备干还可以啊 看角度 继续推高干边枯起 还是够直吗 够直继续低干 再绕一个 好了 这个有点嗅干法的意思 好 干法秀的不错 但是其实竞技运动的比赛 这样的还是有点吃亏的 往往他这个 程小金那三板斧 一般人还拦不住 有点震慑 他还是具备一定的准度的 对 其实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准度 一拖完全可以打得更实际一些 去赢下比赛 这个二球来看一下上方5号球 是不是稍微带一点的 右赛的小扎干一搓 能够打进 没问题 没问题 再推一个两扣下来 他有知道 该稳的时候叫黑八就不要再飘哑了 这时候你再绕一圈 不要小心白球了 嗯 两扎 第二局同路上比赛2比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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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第三局同龙开球 9号过线了 4球4过线 还没有球进 开球这个环节其实看似简单 但是真正的去打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还是有些难度的 不太好打 一定要力量合适 然后干法合适 才能有一个 既炸击中带有球 而且白球还能停到某一个你要的位置 完成一个比较好的进攻 右上 毛可欣这位球员感觉好像也是对进攻方面 很主动的一位球员 很敢去现场 做动作 对 很敢做动作 中带一个运气球 那左上 既然这么敢打 那12也不要打了 左上 9号下踢杆横向出来 叫中带11再往下 这也是一个选择 换方向 好 我先稳妥一杆 那左下 12打完 缝隙里面有个15 看15这个位置啊 地盖往上是不是要带脚黑八 把黑八往上带一带 因为黑八现在右边是没有的 你再往上踢一踢 在中带附近的话会更好打 并没有 没有做这个考虑 没有做这个考虑 那个干法选择就能看 是没有考虑的话 那现在你这个球是怎么去过渡 因为现在打10的话 你这个白球出来的方向很重要 你停在26中间还是在2号右边 这是有要求的 对26中间 然后呢 你打完9之后 叫11往下的这个位置 最好还是叫的稍微正一点啊 往下蹬一点 可以把左边就可以打底带了 可以 中端往下蹬一点点 不要太多 不能太轻 木耳条打厚一下 第三局 毛可新胜 比分1比2 谢谢 它是我的眼 带我看球房的一切 手机实时查账 开台状态 一目了然 明晰清单 想查就查 可一操作 即使推送 手机管球房 就选 优管家 淘宝搜索 优责计费系统 第四局 毛可新超球 通过上一盘的一些进攻的这种球啊 能感觉到毛可新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善于进攻的一位球员 或者个性喜功 物理系的一个职业 对 物理进攻 杀伤力应该平时在球房的时候也很强的一位球员 没错 达法很刚猛 这两个球员应该今天这比赛还是蛮好看的 不会给我们感觉像看到上一场 孙鹏在做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沉稳老练 凋落的这种无疑 对 是怎么样我能够去赢 这一点我觉得上一场比赛里面孙鹏做的是不错的 这场表现就是 我怎么样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火力去突破 完全跟上一场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而且这场球员两个都是 并不是你是一个特别喜欢攻的 而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防守的 那这样这场比赛肯定还是不好打的 但现在两个人都都是一个比较喜欢进攻的 那这场比赛的对攻场面肯定是比较精彩 他顶一下花球右边刚好较到 直接就奔着 这个七号形在左上是有 你可以奔大方向去叫 比如双位 这个二号球左边中带 七号左上 看你平时对于这个叫位的要求 还有你这个干法的心意程度 上边过 登上去力道 还好 这个二球看要不要直接调一干六 调到六的话调直 或者调到一点向下 往下再一推 反向打七也是OK的 并没有直接过来就要七了 那么这边应该是七六同贷了 下低杆 再来打进六一定要控制好杆法 控制好力量 还要被十一挡住 节奏也很快一个球 二平 第四局 毛客新胜 比分二比二 开启新台 谢谢 谢谢 三 achievements 谢谢 。」 第五局 铜锣开球 对手现在是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得分能力 那么铜锣会不会有变化 就是看他是不是始终如一的 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火力比较凶猛的这种打法 一直贯彻到整场比赛 这个牵扯到赢 就是有些时候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是取悦于别人 一定要知道你今天这个比赛是要赢还是怎么样 先打这个球有点冒险啊 因为是干法上他他他可以稍稍再再用一点点低端发眼力也没事啊 可能也是一旦这个力量变成往前 对容易掉带了 他可能还是觉得我们担心不要把九号打出来很活的位置啊 所以小力篮控制九号也不会出来太多 很危险啊 继续薄球下来 好了拼一个二吧 红三这边因为中带位置还不错 而且大角度也不太好打 这边肯定是一个六号或者二号球这样一个选择啊 那么六号球基本上就是一个决定这盘的一个输赢的一个关键球了 打进来后面肯定是都特别好打啊 很不错的下半台 好球 嗯准度够啊 反手再来 一七二三这边八再打左边或者左边中都可以 就奔着大概就去较直或者一点点向上都好 或者一点点向下都没事 不要叫成角度太大 顶一下十一 角度看来应该刚才从镜头里看还可以啊 低端一点我会退一点 这种球就是说二号球较出向左的最好或者是较直 较向下你还要绕裤 或者你推红三还要绕黑八 这个就等于说在次序上感觉上它应该没想太清楚啊 就是球数比较简单 平面简单 所以达起来考虑 没有那么粥肠 对 或者说没有那么的细致 就扣这球 差不多 大点多分线 这个也跟你说 跟平时练球习惯有很大关系 绝对是 平时你是个细致的球员 你肯定打比赛的时候也要某一颗球去抠这个球 上一点角度 下一点角度还是往后往前 就想的要特别清楚 养成良好的这个走位的一个思路 你在这个对抗里 比赛里 比赛里 都会有一个好的这种效果 习惯在这 那这个儿子比较好叫了 你是往前还是往后 本身是角度有点向上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兴起啊 很多的这个段位比较高的选手 或者知名选手 都会来一些段子 跟这些爱好者打的时候 往往可能很飘逸 有些是这样 当然很可能取悦观众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频繁的是跟这些爱好者去打的话 你会在比赛当中很难集中精力 高质量对抗可能是在线下的其他时候 有些时候可能是没有在镜头内啊 但是一定要有 就是你一定要有高质量 高质量的对抗 比如说水平跟你差不多 或者比你高一些的都还好 这个路呢 是路段是路段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经济状态保持 是的 赔练很重要 赔打很重要 赔练很重要 第六局 谋会先开除 这根炸进的不少 而且看看花球 目前来看还不错 这根球 进一进二 下方 十四这边会有一些 要求细致的处理 但是它附近的花色油比较多 所以说也很好去处理 尤其是比如说 较到左边打右边底带是肯定有的 甚至于说用附近的某一颗球 去稍稍带一下 你都不用特别大 震开就够打就OK了 周围的这个友军比较多 对 尽量去把九号叫直 或者叫成一点点像画面左边的 然后推下来之后 六号下边这个十号球就刚刚好可以进攻了 直接推下来吧 直接下来先去做这个小 直接推下来 前面为什么没有说 就是直接推下来 那你这白球容易靠裤 容易靠裤之后 你就需要再来调整和过度 那这根球如果说你叫石叫得特别好 那你推过来 你右边有两颗花球 但你如果叫角度会在中途去K到其他球 就需要做一些细致的调整 我还是认同您刚才那个想法 就是先去做九 用九去调十 它只需要你去把某一颗球 一上来的这个关键球叫的稍微好一点 后面就很好打 这个球其实刚才它打的是一个宝典进球 宝典进球之后又从下方钻出来 才叫到一个左边花子球的底带 而且这根还稍微有点角度大 那么角度大 你继续调一个13跟12的铜带 这个12又形成一个 你需要调一个又是比较合适的角度 因为你这上面有黑巴 就每一杆都要求你这个角度能调的稍微好一点 所以这一盘本不至于打这么大 打的这么累 你这个九看现在还留在这里 又是一个打12像画面右下方的角度 那么正常打肯定是登两后 对吧 右边带脚附近车两后 你下点这个中端的左赛 中端低一点点的左赛 然后力量不要太大 用旋转去走这一盘 力量不要太大 因为力量如果再大 旋转再多的话可能走过头 这一杆还好是调回来了 然后用你最习惯的 比如我中低端往回 还是你单单往前蹬一点点 用你最习惯的干嘛就打 那刚才我在想 也可能是咱们想多了 人家执行 明天你可以不用来了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对吧 你坐这里干嘛 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 对吧 我们肯定是在做专业的事情 对吧 就如何能够去帮助球迷 去完成一个更简单的 一个丝毫的模式 给出来的肯定是球员最安全的一个选择 因为确实 你看打到后面 一上来这两盘 还没有觉得猫口心这个火力又怎样 但能感觉他很好工 原来是一上来热身 或者说没找到一个状态 甚至于说一上来又得手紧 对吧 TV台 摄像机 压力 但是随着后面几盘的 找到机会去完成得分之后 确实感觉到他的一个进攻火力 还是可以 以目前这个同路的表现 毛口心是可以跟他对攻的 就目前这种情况来说 是没有问题的 他可以完成正常的单杆青台 并不是说完成不了 看毛口心比较眼熟 之前的比赛应该也有 在其他的比赛 就是其他的球台打过 可能是没有怎么排到过TV 对 但对这个面容啊 是比较有印象 也算是不错 导人机会 对 一打一带 带完之后又一K 这局面基本上是开了 咱下点滴杆往右上方走 左边中带来看一下 先打上方一颗 登过来 再看右边上方这球的角度如何 再一点 不要走太多 向下角度也可适 中间再往下走 中带一觉 推翻 图人这个三号这方向 很快 第七局 同路胜 比分三比四 开学青台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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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局 王河新开球 有球下 过线也没问题 花色有库边球 那么看单侧右边线在这个中带有没有机会可以取写 六三这个位置 尤其是6号跟15号的缝隙中间 这个红三 看架势应该是还是可以打 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单侧球选上 这牌的这个局面 组合啊 组合传的差的有点多 那这个局面同路啊 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 稍微带点中低 再往下走 左边来看6 还是有点点角度 继续啊 打进中带外球 继续再往下走一点点 不要走太多 那现在变成了一个下方三颗 右边一个中带啊 继续再来 关键是一条四 推上来十四能不能顶到 顶到没问题啊 再推进 左下 转一个啊 第八局 同路胜 比分4比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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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局同路开球 开球时机 中待进 过两颗 10号被撞回去 9号 光一 没有过线 进一过二 三颗球 继续期待 接着稍微有点厚 接着稍微有点厚 也是想主动的先把局面先简化一下 这边还是有一些效果 目前来看6号左下不太够 右边先往上黑一杆 2号到带口 下方的这个5号 倒是有机会可以从上方往下打的 同时把6号这边稍稍带一下 但现在这个位置不太好进攻了 黄毅左上是腰一杆准度 没问题到这个位置了 一定要稍微给点力 就是我这奔着7和2去叫 这抽杆太快了 这个习惯 没办法 可能球员的球风不太好改变 你像这个问题曾经在很多年前就问过17 我问过他 我说你这个 但凡稍微的 把思考的节奏放慢一点点 可能会打得更安全更合理 那17会主动会很直接就说 我这样的我不太会打 就是很直白的告诉你 就是我不太会打慢球 你让我在那里研究来研究去 也不是我的球风 不是我的一个个人习惯 但是这个确实打得太快 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其实球员只要把自己出杆的时间平均下来 不要太慢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很慢 或者一定要很快 做到一个合理范围之内 正常我们单杆出杆的时间是45秒 那么我们比如说20秒左右 20秒多一点点就差不多了 或十几秒对吧 可能这就是每个人的风格吧 对 你的风格也可能决定了 你最后会是一个大概什么情况 成绩的一个情况 因为在某一个领域 如果说你的理解程度 比别人高 那就是绝对的高 那是绝对的程度的高 它是肯定是优于别人的 右下角 哎呦 这我看不太清啊 因为这个光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裁判 一直在那个方向在看 就如果要是犯规 肯定会说的 刚才我们说到一个理解程度 另外一个就是执行程度 对吧 就是你通过执行 把你的理解去表达出来 就比如球叫到位 球打进去 白球的较位的程度 到底什么情况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二者结合为一 如果再达到一个 比较顶尖的高度 那你就绝对是这个领域里边 就非常高的一个球员 强的一个人了 理解很顶尖 执行很顶尖 但绝对是顶尖去防守 够准 这就是毛可先生 官方暂停 官方暂停五分钟 五分钟接到他自己去 这个情况 我们都不等了 我们都不等了 这个情况 黄本 这个情况 这就是 我们都不等了 谢谢 然后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质量是绝对够的 但是中带没有球榨进 底带也没有 白球有点靠上 双方左边应该有一个花色可以去定颜色 来看一下选择 选了单色球 下方底带 再来 看左边继续方移 旋转转起来 右边先把五打了 可以 这番比较难的一个先解决掉 是的 反手过来 左边还有一个七 通过七看这边来过渡 这球如果能先把二三这边调开一个 后面会比较好进攻了 中带就要到了 看看这块球是不是要跑一下两裤 是吧 两裤 底裤 再再看是有挡住吗 不太够 它是带了一些小小的扎干的旋转 而且并没有去绕球台 那么左边中带 白球上去再下来 第十局 同路上 比分5比5 我觉得这个花钱王可能是因为这个平时它的表现吧 我觉得如果以这TV台的表现来说 快枪手也比较合适 是 闪电侠 就是说节奏比较快的一位球员 Sonic 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定位还是比较适 花枪王应该是平时比如做个人的一些 段子 秀 对 秀的比较多 直播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酷炫的表现 但是在这个TV台上作为一个竞技球员的话 今天打的节奏比较快 第十一局 同路开球 在比赛前面尝试了几次控制精冲球 效果不好 这回稍稍发了一些力 对 一定要去改变 就是不要在某一个地方去纠结 如果这样去炸 我确实炸不好炸不进 那么我干嘛要在这上面做太多纠结 一定要换 而且像同路跟毛口琴这种两位球员 都是那种比较喜功 特别崇尚于进攻的球员 一定要有变通在里面 在一个地方太较劲的话容易出问题 一面之间可能这个比分就瞬间 你和我之间拉到就非常开了 而且抢七的比赛 你没有那么多这个调整的机会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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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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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右下角的带口已经散出来了 不太强求了 这个球太想注意力全都在这个控制白球力量上了 差的有些多 最后出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冥想的一个往左的指向 虽然白球没有打出赛 但是他这个意图就是想打的稍微再再厚一点 打的这个控制能较到一个位置上 还要攻吗 这右边黄一包括上方六七 这三个点还是进攻难度比较大的 而且你到了5比5的一个关节了 抢七的比赛这也很关键 这种打法是对的 你不能真的不能把自己平时给这个观众直播的时候的那种打法拿了 你这个再花枪网一定要 确实这个位置也花不起来 对吧 那不一定了 我这个两户翻顶 对不 无限求扎干了 是 一定要很实际的我是来赢比赛的 要确认自己的情况和身份 比如说做圣诺课的时候一定要去做 不能太主动的拼一些比较花哨的打法 好 推下 六号 这里边 在右边底带75号球是有机会可以接力的 接力之后呢 把黄一边带口可以让过来 甚至于说找其他机会呢 去带一下 这个应该还是同路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打法 打法 对 先来看这杆球 要不要来架杆去接个力 左手 对 一定要打薄才可以 好 十秒 延时 压力道 没坑扣 犯规了 犯规上手看看同路是不是要摆这个边扣去 边扣这个杆打进之后呢 后面会更好进攻 有没有角度啊 好像灯 还是一个向下角度 再看左上 第一杆横抬 可以 可以 白球 还可以 再点 这是同路上 1分6比5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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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第十二局 某核心开始 过两棵 再看后面 继续四号 七号球这边应该有压到线啊 你下线这个规则是裁判有权去判你这个球是否过线 基本上过一半或者一半以上都有权去决定 是过了 还是没有过 这边同路已经是到了个赛点 是的 而且这个局面又是一个相对开放 没错啊 再带一下 带一下 就打这个球好了 高端横向推出来 右边中带 上方别留球了 七再一打 反过来一个六 看角度 争取红三就要去 滴杆往下退一段 红三往下推一蹬 可以把右边一个中带 直接同带了 叫角度啊 非常快啊 恭喜同路获得胜利 稍后是晚间的五点十分 我们再见 好 谢谢大家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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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